他們真的知道他們現在在拍電 就是Rehearsal的時候是 愛也不免的 然後Action他就笑 你們研究過就對他來講 是一種職業商品 因為我們拿到腳本之後 我們會讓他 就握掉了那樣的眼睛 很輕鬆啦 很輕鬆啦 你就靠他們了吧 原來也不有 歡迎來到這個 Action Together的 Main's Talk的單元 因為我們的Face Talk其實是 不分男女 不分種族 然後不分職業貴賤 只要你覺得夠Man 你就可以來跟我們POP 我們今天歡迎到三個很Man的人 有阿寶導演 還有大寶導演 還有我跟傅文博的學長 也是好朋友十五帥 嗨 大家好 我相信有人可以跟東京說話 想到我 是你在講話對吧 哈嘍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要散步了嗎 你不要再看著你的天賦 動物溝通 最重要的還有相信 你們人類都很自信 這張畫面是很髒 因為我怕你們想要幫你們做的事 你懷疑黑山的希望 爸比 你不要怕 還有我們在 人類有時候是很會髒 從溝通 倒是可以用在人身上就好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下 有黑喵之情的這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我跟很多人很一樣的 就是我一開始聽到這個企業 我是不相信的 對 覺得應該跟算命談的 對啊 總之我們就找了這個溝通師 然後做了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是那個時候 我找我的一個學妹編劇 我們一起去找這個溝通師 然後我們騙她說我們還是情侶 然後我學妹真的帶她家的貓 就去那個溝通師的辦公室 這個公室這樣 我怎麼看你的貓 這貓瓜他不認識你 他不認識我 但是從那一刻我就覺得對這個工作 反正產生很濃厚的興趣 動物知道自己在工作嗎 他們真的知道他們現在在拍片 百分之百 我們戲裡的動物演員其實有分幾種 一種是本來就是明星動物 就是Rehearsal的時候是 要暗眼睦眼的 就是白態 那Action他就笑 然後對鏡頭 只要Action他就開始 笑 真的 有沒有研究過對他來講 是一種職業商品 但是我覺得還好的原因是 像這類型的動物明星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色是 他們跟主人的關係非常有害 對 主要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類別就是 被逼的 不是被訓練 不是被逼的 就是像譬如說我有一場戲是 我家的小小他咬著神圈來 要我帶他出去散步 那劇本只是這樣 他走進來 然後把神圈丟在地上 然後看我 就這樣子而已 劇本是這樣寫 然後那一刻 是第一次拍他做這個動作 我們也很緊張說完蛋了完蛋了 結果沒想到他Action走進來 咬著神圈過來 就跳起來 然後這樣子甩那個神圈 然後再把它丟在地上 然後我那一刻就 突然這樣子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 措手不及 措手不及 然後 你沒接到球 然後 真的 不行 嚇到 那個傻是真的 真的 真的 這個戲有很多moment 是真的被他們嚇到說 哇 你怎麼這麼會演 所以那你有什麼是最深刻的嗎 就是你在拍的過程 深刻的部分真的太多 可是有的時候不是 就是 我看到那些很難的炸彩 有時候我自己深刻的是一些很小的地方 比如說這場戲的情境要很溫馨或是很悲傷 那個狗過去看著他就是 自己就把頭靠在他的腿上 哦 因為你沒有覺得他做的動物 對 對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會感受到他上班外的氣息 後面有 他是有降氣 他的表演是 這麼快嗎 這個 就是你跟他 你下次跟他對視 發現他根本不走心 我覺得其實動物很難這麼做 就應該說我覺得他們的 就算他們知道自己在工作 他們的情感都是真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拍戲 最怕跟動物和小孩演戲的原因 你怎麼演都演不贏他 對 這個到時候應該贏播了吧 就是上年那場我覺得超強 因為很多隻狗以外 又有超多人 又有順序走 我覺得那超難拍 到底怎麼拍 我看到傻眼 我想說 這個可以請我們包島來講 包島 因為包島是我們的特效導演 那一場真的超崩潰的 應該我們是拍了一個多月 兩個月才 進到那場戲 在那之前 天天晚上都在想那場戲怎麼拍 因為貓跟狗要在同一個環境 所以本來他們可能就壓力會比較大 你看到他們走進去靈堂兩邊 坐著很多賓客嗎 賓客裡面其實藏著 行為訓練室 就是他們可以控制一些 然後劉哥穿著KEY在最前面 對 非常辛苦 而且 所以其實有一個人 劉哥 一直穿著 穿著全綠的 劉哥也是拍這檔 這檔戲才發現 原來動物是認得人的 因為他一旦穿上KEY是連這裡都遮住 動物不認識他 動物就不認識他 馬上不認得 然後他要一直這樣拿下來說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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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是我 是我 是我啦 不認識 是我啦 所以現場很荒謬 是是我 然後我要在那邊演得很痛苦 就是 我以為動物是可以請 任氣味啊 因為他太綠了 我自己以為動物是認氣味 對 結果不是 他就是看 他認得你的臉 既然我們剛剛聊到那個 神秘的喪禮上面的綠Key人 劉哥 現在就歡迎劉哥 進場 謝謝 謝謝 不是你 是為你拍手 你先說 那那個是阿喵 那是阿喵 阿喵 請小隊幫我們介紹一下阿喵 好 這是我們戲裡面我家的阿喵 他是一隻天竹鼠 我們在戲裡面剛開拍的時候 他大概是現在的一半吧 差這麼多 所以在戲裡面看到他的形狀 欸 應該是 偷偷發現 偷偷發現 他拍出來啦 而且搞不好跳拍還不聯繫一下 他拍手 越來越大了 因為天竹鼠比較小 所以他其實對 像狗狗啊 或者是人類這些 尤其是陌生的氣味 他們會比較害怕 可是因為阿喵從小的生活環境 跟訓練模式的狀態下 所以他其實 現場就算是有陌生的狗狗啊 真的嗎 對 對 他們有特殊訓練的一個技能就是 他可以乖乖的待在那個 因為這個環境比較自大 對 所以阿喵 阿喵就比較 其他的狗狗就還比較不行啦 可是感覺阿喵好像沒有別的表情對不對 對 天竹鼠他 越會演技的 越會演技的 越會這樣 對 只有一個表情就對了 其實我們拍戲的時候 一直也很擔心說 怎麼辦 老鼠沒有表情 天竹鼠沒表情 可是其實後來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你是感覺得到 他其實還是有一些對話 對啊 然後小小可以讓他表演剪繩子 可是那他繩子一丟出去 是不是會騎到狗瘋的喔 真的還好 所以我一開始 好 你就是小帥跟他講 對 阿喵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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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阿喵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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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雞皮繩子來 繩子來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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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演多久啊 因為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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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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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演員 他這樣看著我 是不是很詳細 謝謝 所有的毛小孩其實都可以當成動物演員 因為他們就是很自然的演自己 只是剛好有沒有適合的腳本跟具體 能夠擺上那個位置 在這麼複雜的狀態下 能夠躺平 乖乖 趴在旁邊 其實他們對於陌生環境的適應力跟 對陌生味道 甚至性嫩那些其實都是有的 你會接下來做一點點測試 好喔 毛小孩演員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一定要 慾望是很夠的 就是愛吃啊 對 因為我們拿到腳本之後 我們會讓他 這個樣子有天 沒有 很有基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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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基督性 沒有基督性 其實你也有 哎呀 其實都很 很OK 只要靠 靠他們在都很OK 你就靠他們了吧 想要問劉哥怎麼看 因為你都是 其實都是我們比較科學的方式 在訓練動物 對 那你怎麼 你是怎麼看待溝通師 這個 角色 很怕得罪 對其實應該這麼說啦 不管是跟狗狗跟貓咪跟天竺鼠跟雞 我們都是不一樣的動物 但如果你真的是 有心跟有愛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溝通是不太會有距離的 因為很多人會講說寵物溝通 然後有人會講訓練 但我們其實最大的用意是 我們想要了解他們 我們也是希望他們了解我們 只是我們用的每一屆不一樣 就像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其實 我的正職工作有一個是寵物的平面攝影師 就像你們剛才看到 你們剛才 我們剛才不是一開始要拍合照嗎 可是我只是用了一個簡單的聲音 然後他們就 因為我知道這個聲音 他們一定會看鏡頭 這就是我的工具 所以就是說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工具跟方式 我覺得只要你付出的 耐心跟愛心夠的話 也是可以很好理解他們的 平常我們不管自己演戲 或我們看很多電視劇 電影 都是在講人的故事 然後都是人的視角 去看待別人 我去講述我爸媽離婚 我去講述他們分手 但這齣戲有很多的時刻 是動物怎麼看我們人 然後我覺得這個角度 是很有趣的 好 我非常期待 看到接下來 斯明帥哥跟裡面的其他動物 做出什麼樣子的互動 光是這一點就 什麼離奇的互動 一定得追下去 對 我很喜歡那句話 就是家裡的是寵物比你還清楚 因為就是自己有養寵物你就知道 他們待在家裡的時間真的很長 然後很多你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其實他們都看著 因為他們的世界裡面只有你 所以我確實在看完第一集的時候 回去有跟我家有兩隻貓 花比較多 比我以往的時間 在更多的時間想辦法 跟他們有一些連結 會耶 真的會這樣子耶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這麼多動物 我們好像總是覺得我們需要他們 但其實我們可以為他們做什麼呢 就是也許我們就陪伴或是什麼 就是那些東西是我沒有接觸過 所以在這個看的過程中 我一直在 或者說我沒有想過 原來動物可能這樣想 或是他們結婚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什麼樣的心情 就會覺得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有上寵物功課 我們上寵物功課 我後來就再也不敢 用寵物功課的方式 去跟我的寵物講話 因為很怕我回家要聽到他們囉嗦我 真的 不想要再會了 就是到這邊就好 有個概念就好 我不想要再學更多了 還是彼此保有一點距離 這比較好一點 即便你不相信寵物溝通 或者是其實你沒有養動物 但是都可以非常Enjoy的一檔戲 因為它裡面除了動物之外 其實更多講到的是 我們怎麼跟動物相處 怎麼跟人相處 這檔戲的經驗真的滿特別的 然後 無論是 動物演員 或者是我們的演員 其實 他們給我們的能量 都超出我們當初的想像 我們這個戲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把動物擺到跟人一樣的高度在對話 然後這個對話其實是有它背後的意義 然後希望接下來的劇情 可以帶著大家看到這些 我們真的想要跟觀眾交流和溝通的部分 OK 好 聽了我們說了這麼多精彩的內容 還不如你自己看一下 那就每週日晚上10點鎖定 民視跟或者是LINE TV 黑喵之情等你喔 掰掰 Rachel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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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沒想到我拍到嗎 拍到嗎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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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進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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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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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老師 可是很疎悪 就是好 非常開 ac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